香港著名導演陳穆勝 在8月23日早上因被煙癌病逝 中年58歲 有指陳穆勝去年拍攝新作怒火時 感到身體不適 之後經檢查後證實幻想被煙癌末期 連電影的後期製作都未能親身指導 要出入醫院接受治療 這幾個月更需要入住醫院 幾日前因癌細胞擴散加快 在娛樂公司老闆楊壽成的幫忙下 轉入私家醫院 可惜仍不適病魔離世 為夏太太以及兩名子女 陳穆勝導演離世的消息震撼整個電影圈 不少曾經合作的圈中巨星都難以掩飾相通 包括多次合作的劉德華表示 很難接受、很心痛、但人生無常 古天樂就以心情低落四個字 形容當下的感受 有份拍攝陳穆勝導演為作怒火的恩子丹 表示不知怎形容沉重和悲傷的心情 永別啦朋友 另外亦有份參演怒火的謝亭峰 過去至今與導演有五次合作 他表示導演是他的恩師 無論演戲或是做人都影響著亭峰 馮德倫分享昔日拍攝特景新人類的點滴 以英文讚揚導演是個人詞、正直、真正的君子 而太太舒奇也有留言表示一路好走 蔡卓然回憶當年拍攝新警察故事 以及寶貝計劃時導演給他自由發揮演技 以及引導他的情緒 Asa感謝導演給他的演出機會 而楊千華就表示消息來得很突然、很難過 陳穆勝是他很尊敬的導演 以及是一個很好的人 郭富城知道消息都很愕然、很難過 表示Benny是他電影生涯中一位很重要的導演 由天若有情義到三叉口都給他很多導航 是好導演也是一位心靈導師 他的離開是電影界一大損失 克仔將浩文接受訪問 依然未能接受導演離世的消息 很突然、很不開心、很不捨得 導演給我的感覺是很開朗的一個導演 導演給我的感覺是很有型 一向很支持陳穆勝電影 出錢投資的林小明表示 一早已經知道對方身體抱養的消息 陳穆勝導演在1961年生於香港 80年代開始投身電視界 曾經一度為杜奇峰擔任助理編導 87年轉投電影界由執行導演開始做起 陳穆勝在1990年執導 由柳德華、五線年主演的電影天若有情 成為港產片中一部經典作品 此後他編導監製的作品多不勝數 多以警匪片為主 擅長設計及拍攝動作武打的鏡頭 2016年陳穆勝曾經跟紅金寶為電影偽城接受專訪 為香港動作電影稱黃不摺的情況表達憂心 其實動作演員在香港來說是斷腸的確 因為新的一代他們已經不會在武術或動作方面去研究 香港不是沒有而是少 我未見到一個年輕一代的新的動作演員出來 陳穆勝導演過去有份捧紅過不少影帝影后 可惜的是他五度入圍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 但都未能奪下樹榮 成為他人生中的一件陷事 有終於付過去有限說的 響心會還遺brid 對所有動作推廣進發出來 確實當然是一個確保為防emale 挑互一拋置 你承擴報 molto會是有限提供的